69岁资深艺人刘尚千 演过多部电影 电视剧 郡帅斯文外形 令人印象深刻 是许多观众熟知的 一线小生 大儿子刘志涵 二女儿刘志鱼 小儿子孙静悦都在演艺圈发展 曾有过三段婚姻的刘尚千 情史相当丰富 曾和21岁的陈美凤 交往过三年 熊海玲也是前女友之一 过去还传出 她有意追求蓝星梅 近日她受邀出席陆光四村 三厅电影怀旧演唱会时透露 目前身旁有位圈外女友 两人稳定交往中 享受悠闲生活的同时 也受到爱情的滋润 充满幸福感 而在国内被封为 台湾最美欧巴桑的艺人陈美凤 虽然已经65岁 但她身材依旧火辣苗条 脸蛋保养得宜 出道超过45年的她 尽管演艺事业得宜 但她的感情路一直很坎坷 据悉 陈美凤当年与刘尚千交往时 才只是个事业刚起飞的 21岁女星 陈美凤当时不顾旁人眼光 与刚离婚没多久的刘尚千交往 一度还被误认为破坏婚姻的第三者 让陈美凤成为演艺圈焦点 而在陈美凤与刘尚千交往期间 南方屡次传出劈腿传闻 但陈美凤一路选择相信 与力挺南方 不过 两人的爱情之路波折不断 这段感情最后只维系了三年 就黯然画下句点 陈美凤与刘尚千分手后 两人情变的原因众说纷纭 有一说 只当时刘尚千比陈美凤红 陈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还有一说 是直指刘尚千劈腿 才让陈美凤没安全感 最终选择离开 而刘尚千过去上小燕之夜时 回忆与陈美凤这段感情提到 当时他是想给刘之汉一个新妈妈 有问过陈美凤想不想定下来 还是想要往戏剧圈走 当时 陈思考了一个星期 最后还是选择了事业 刘尚千才选择放手 两人走向各自幸福的结局 不过两人之间的纠葛 并没有就此停顿 在陈美凤与刘尚千分手的26年后 竟然有化妆师出面爆料 说陈美凤曾经为男方生下一个私生女 却把她当成女来照顾 推断是陈美凤当化妆师的表妹 她说如果有的话我想我会带她去和刘尚千大儿子相认的 事实上外界一直有传闻刘尚千已经结过两次婚了 而对此她则回应自己的大儿子 大女儿确实是和第一任妻子陈琼玉所生 不过小儿子孙庆月却是真正的非婚生子 她表示 我跟孙庆月的妈妈只有订婚 没有结婚 因此听到私生女的传闻时 才会觉得啼笑皆非 刘尚千在孙庆月之后 与第二任妻子再生两个女儿 而刘尚千的私生子孙庆月 在她刚踏进演艺圈时 曾在受访时表示 对于刘尚千 十七年来不闻不问 十分不谅解 更对所谓的爸爸 感觉比路人还陌生 不过孙庆月也直白地否认 恨过爸爸 孙庆月本名刘志伟 同时她也是艺人刘志汉的弟弟 孙庆月跟随母姓 改名张瑞杰 后来被发觉进入模特圈 采取一名为孙庆月 据报道 孙庆月透露 爸妈在她四岁那年离婚 后来她跟了妈妈 母子相依为命 她也坦言 对于爸爸刘尚千没有情绪 印象最深刻的 大概就是小学毕业时 父亲突然到学校观礼 当时同学们都好惊讶 你爸是明星 很厉害耶 怎么都不讲 但孙庆月也表示 其实对他来说 爸爸是明星这件事 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好骄傲的 只是一件平凡事 于是 那时的他只是淡然的回应 因为没什么联络 所以也没有任何感觉 不仅如此 孙庆月还透露 至今他跟爸爸的交流 仅是在父亲节时 会透过简讯传达关心 他会回谢谢 叫我加油 就这样而已 父子俩是以一年一封简讯的频率 在维持关心 对于刚出道时 曾被报道 恨刘尚千 孙庆月也表示困扰 那是父亲自己选择的人生 虽然妈妈过得很辛苦 但妈妈后来也登记结婚了 也过得很开心 我从小都觉得 少一个人管我蛮好 长大懂事之后 觉得毕竟有他才有我 我不会恨他 同时孙庆月也表示 刘尚千也非全然对他不闻不问 之前爷爷奶奶生病住院 也有看到他会关心 只是刘家的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他们其实是在乎我的 对于妈妈核心对象办了结婚登记 他也大赞 他应该是我妈交往过对象中 对我最好 最关心的一个 应该是爱屋即屋 刘尚千的大儿子刘志涵这几年 弹出娱乐圈 将重心放在直播事业上 大家都很好奇 他是否会重返影坛 对此 刘尚千表示 需要等经纪人安排合适的角色或剧本 儿子现在的年纪正好是担任一线艺人最后的光芒 可能可以很灿烂 延伸五到十年 但一切要看儿子是否懂得把握 问到儿子的感情现状 由上前透露 儿子早就有了新欢 而且已经带来见家长 关于交往时间和更多细节 他则不便多说 由志涵的心恋情曝光后 立马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但祝福声并不多 反而吐槽声不断 也难怪 毕竟他曾二度因出轨离婚 现年四十八岁的刘志涵 是童馨出身的 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拍戏 绝对称得上资深演员 成年以后 他并没有转行 而是继续演戏 身材高大 长相帅气 又顶着新二代光环的他 在影视圈非常吃香 经常有机会演主角 古早偶像剧《超人气学员》中 刘志涵饰演男主角 孙达伟 与古金文饰演的女主角 上演了一出浪漫爱情故事 陪伴不少人成长的长篇连续剧 《一男望中》 他是演林大中一角 自然不做作的演技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色的外形 除了让他接到不少演出邀约 还令他吸引到无数美女的青睐 多年来桃花都很旺盛 2008年 刘志涵与同为艺人的林子轩 奉子成婚 男才女貌的两人 曾是公认的金童玉女 然而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 刘志涵便被曝出偷吃别的女人 林子轩发现后 心痛不已 吞食大量安眠药 试图挽救婚姻 在纠缠了好久以后 林子轩对刘志涵 终于彻底死心 2011年 两人正式离婚 结束维持了三年的夫妻关系 告别刘志涵后 林子轩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贫瘠着出色的头脑 她的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 刘志涵的第二任妻子 叫Vivian Huyn 两人在2013年结婚 婚后经常大受恩爱 只是刘志涵终究花心不改 2019年 被扑劈腿名校研究生 同年她与Vivian签字离婚 相较于林子轩离婚后 与刘志涵不联络 不接触 Vivian不仅没责骂过刘志涵一句 反而深情守候 她不时出席刘家聚会 还一路送刘志涵回家 连媒体也忍不住称她为 最苦情前妻 刘尚谦从1975年演出电影 《八百壮士》之后 展开她的演艺人生 近年已逐渐淡出荧光幕 目前她的生活重心都放在宗教信仰 刘尚谦近年大力推广桃源大西的财神庙 透露响味大西的财神庙 再增建一座后殿 阴庙都会保留地来进行扩增 加上每年也都有很多民众 到庙里求发财金 如果赚了钱 通常都会加倍回报 所以香火非常鼎盛 除了扩增也想盖一间月老庙 事实上 刘尚谦近年虽然偶有作品 不过她已将心态 转为佛系退休状态 但出荧光幕的她 从天主教徒改信天公主多年 把生活重心投入宗教信仰 不只积极参与活动 还会协助募款盖庙 以弘扬道法 作为退休之后的新目标 也因此退休生活依然十分充实 事实上 刘尚谦今年有参与戏剧 《美丽人生》演出 被问到退休问题时 刘尚谦直言 演艺人员并没有退休问题 重点在于年纪到了 活动力与体力 还能不能够继续支持着工作 画风一转 刘尚谦还悄悄抱怨 现今演艺生态 像目前这样拍摄 24小时都在拍 完全不顾这个 我觉得老几法白定了 认为不仅违法 也对于演员在演戏上 都会受到影响 由于刘尚谦在戏里面 有中风的桥段 不过对比戏外的他 截然不同 无论是气色还是身体 都非常健壮 看不出来已经70岁 由上千透露 他每天一定会运动 在饮食方面 他完全不忌口 早 午餐吃得适量 晚餐会吃得比较好 而谈刀和五位儿女的相处 由上千则低调表示 他们都长大了 我们也不用去担心啊